李双江儿子打人风波于音未了 浙江温州又出现了一个90后奔驰男 因为停车纠纷 打伤店主一岁半的女儿 驾车逃跑中又碾伤了一位路见不平拦车的市民 还高喊 我爸是市长 而他的父亲竟然说 这本来是件小事 官二代 富二代仗势欺人 视他人的生命如草芥 激起国内民愤 上海奥迪南拒付停车费 9月15号年死女收费员 刚过去没几天 18号晚10点多 在温州市区的江宾路 19岁高三学生马文聪 开着奔驰越野车 载着女友准备到东都大厦的一家按摩店放松 马文聪想把车停在路边小卖店门口 结果车头撞倒了门前的矿泉水箱和广告牌 店主刘秀英出去试图阻挡 奔驰车反而继续往前冲 刘秀英被吓到了 刘秀英被吓到了 刘秀英年仅18个月的女儿阿宝当时哇哇大哭 头部太阳穴附近被砸破一公分长的口子血流满面 马文聪拿出300元想了事 没有如愿后就想开车逃跑 一位路见不平的市民吴小丹和朋友拦住了马文聪不让走 因为把小孩子问题解决好了你再走 然后那个男的就开始转就那个冲上前去 把他冲倒了冲倒了躺在地上了啊 然后他又倒回来 不过这一切就是还是开过去了 所以这个行为太太恶劣了 吴小丹大腿被压在车轮下 马文聪又倒车再次碾压 导致吴小丹左股骨粗龙骨折 又净肥骨骨折 腹内也有出血 随后他就失去了知觉 送到医院时 已处于失血性休克状态 周围十多位市民围上来 抓住了马文聪 据现场都为目击者说 马文聪当时气焰嚣张 高喊我爸是市长 民众义愤填膺 扭住他不放 警方赶来后控制了马文聪 和他同车的女友林赛文 发到微博上的一张照片显示 警察与马文聪在警车后座 勾肩搭背轻松说笑 警方解释说 协警按住他的肩膀 是提醒当事人低下头 网友质疑警方的说法 低估了网民的智商 市民们群情激愤 上千市民围堵警车 把马文聪困在警车内五个多小时 直到凌晨三点半 人群才逐渐散去 马文聪驾驶的140多万的奔驰车 已被愤怒的市民砸得不成样子 目前马文聪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已被刑事拘留 经了解 马文聪是一名高三在读学生 92年出生 他的父亲马子光 是温州江达电器有限公司总市长 官二代 富二代 大家看这90号 多数都缺乏道德教育 法治教育 当然也很缺乏这个IT教育 他们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 现在确实很需要道德回复 人民网报道 马子光19号为儿子辩解说 这本来是件小事 就因为有人造谣说 我儿子说我爸是市长才闹大了 国内各大论坛的网民都被激怒了 一些网友说 两岁小孩也打 丧心病狂了 牙内们越来越猖狂了 老百姓怎么活啊 人心思辨 邪恶不可能长久 但是网民很多更敏感的发言 都遭到了删除 外界指出 富二代官二代 嚣张跋扈 频频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 折射出中国社会 权权勾结 官民对立 司法腐败 社会不公 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酷现实 中国是等级森严的一个社会 说起来是人人平等 实际上是人分三六九等 你有权有势 你就可以胡作非为 即使违法犯罪也可以消灭法案 更远当然是这个社会体制的 有权有势的孩子 也变得非常的嚣张 他们觉得有权 有权就可以走进天下 打遍天下 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刘一鸣表示 在宛如兽类棚林的中国社会 富二代 官二代 民二代 肇事丑闻源源不断 公众的仇富仇官怒火 也会火上颇油 越燃越高 新唐人记者成春 李扬汉 周平采访报道